作曲 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XXY 我們今天又來到了世貿儀館 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我是從來都沒有參加過這種展覽 是航太展 那全名是台灣國際航太紀國防工業展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場合呢 就是感覺好像是什麼展軍舞之類的 然後大家有可能會覺得說好像是要收費之類的 但是這個是完全免費了 然後今天呢這是民眾開放日 然後我們就來觀望這整個展區 那整個展區除了介紹有關武器啊 或是國防的一些工業之外呢 這個國防部他們也有一個民眾開放的場區 跟國防工業相關的一些廠商也有來展覽 對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會來這個展區裡面繞一繞 那今天的重點呢就是我們非常感謝 尖端科技的李大哥啊 之前幫我非常多就是在製作軍事方面 影片上面的一些幫忙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先去找他 因為他們的攤會上面呢 有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喔 那我們就趕快去看吧 GO 因為我們現在進來航太展的現場啦 我們現在是在尖端科技軍事雜誌 然後這位呢就是平常會幫助我 在這個做軍事題材影片的一個顧問 李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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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開心叉叉歪 能來我們攤上來拜訪一下 嘿嘿嘿 對啊 因為之前就是這個 受李大哥很多幫忙啦 那他這次這個參展的重點就是 有邀請到一個模型愛好者 然後做了一個反治大陸當初做 台北不設防的模型的這個 台北不設防問號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到底是什麼嗎 好啊 其實這個地方 大家地址都查得到 你查7-11 海神門市 就在這裡 所以實際上有這個場景對不對 有 有這個路口 你看那些路標 其實它都是依照實際的路標去標的 那如果在這個模型的另外一邊 這邊就是淡水河 那邊就是沙灘 所以它是模擬共軍從這邊進攻 那我們的這個裝甲部隊 就給它做一個解擊的動作 哦 對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是 共軍的994嘛 對 然後這個是台灣的猛虎 勇虎戰車 勇虎戰車嘛 你當初是開這台是不是 CM-11勇虎戰車的射手 哦 你是射手 就是站在 坐在這邊 坐在裡邊 對 差不多那個武器系統的 哦 欸 很酷耶 所以這個反治之後 原本大陸那邊的那個模型行家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哦 那他們當然有啊 那當然 他們有些會覺得說 啊 就是幻想嘛 可是 模型製作本來就是幻想 我們就是做一個角落啊 那就是有一個意象出來 那就就好了 對啊 就是這麼簡單 雜誌社這邊還有什麼 其他的攤位的重點嗎 其他重點包括我們這個 歷代 美式戰車通信頭盔的這個展出 美國在二戰使用的M19-1938型 然後再來是越戰使用的 T56-6型 然後最後到這個M1戰車 那個時候出現之後的DH132型 哇 那其他像是那個裝備啊 或是模型這些 也是你們雜誌社的嗎 哦 那些模型當然是我朋友的啊 他就是我們就一起來合作這樣 對對 那大家看到這個人裸的裝備 這就是 這個國軍戰車 並且所謂的服裝 包括這個防火服 防單衣 以及通信頭盔 還有這個手槍 槍套都是 你以前就是穿這樣啊 對啊 我以前就是穿這樣 因為我以前是海軍 所以說穿藍色就美了 我們現在還是在尖端科技的攤位 然後訪問到一個 穿著北韓軍服的一位大哥 你把它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吳尚榮 我是這本書的作者 中國百年陸軍軍服的作者 原本在YouTube上面有影片啊 後來把影片變成一本書本 對 因為我有看過這個影片 我已經看過了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做得很精緻 所以我很喜歡 我可以秀一些內容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 北伐時期啦 對對對 我們甚至到現在都有拍 拍到那個我們最熟悉的 這些教官穿的衣服 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 我覺得很酷 可是我是想說這些衣服你是怎麼收集到的 因為我們有分1949年以前跟1949年後 大家如果大陸時期的話 通常都是複製品 因為東西很難搞到 所以我會去找別人複製 那如果是1949年後 到台灣來的都是真品 那包括你現在這身北韓軍服 北韓你是真品啦 只是來源我不方便跟大家講啦 因為會出事情啦 而且你還有非常精緻的這個小徽章 對 讓你看一下 對 就是金正日啦 我們在這個展區意外的發現我有粉絲在這裡展覽 這個 我們現在來到了國防館的軍備局 然後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呂少校 可以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你們這次的軍備局的展覽 大概會展出什麼東西 我們軍備局2022場 主要是做40公里以上的彈藥跟火炮 OK 那我們這次展出的有兩項產品 第一個是40公里的遙控槍塔 OK 那第二個是新型的81公里 跟120公里的車窗破炮 嗯嗯嗯 對 那我主要是負責 40遙控槍塔的這個系統工程師 我們的遙控槍塔是在100年到106年 100年到106年 對 噴發到部署去 部署到部署去做使用 那延改有幾大特點 第一個就是 槍塔構型的低矮化 讓它整個收單的面積可以做降低 嗯 對 那另外在 伺服系統的部分 我們現在先進國家的這個 觀測伺服系統 原本是只有槍塔有獨立的伺服馬達在做轉動 那現在 觀測系統的部分 它也有自己獨立的伺服 可以在做轉動 那再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在射擊的時候 我可以更順暢 那一個這個破炮系統 它是採用全電控制服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無人機上面有 GPS模組跟觀測模組 所以只要這個無人機派出去 那它只要飛到敵目標的上空 它就可以直接把敵目標的座標位置 回傳到我們的炮上 我們的支退附近機構 是很厲害的一個設計 對 算是世界上蠻先進的設計 它可以降低後座力70%以上 OK 現場有很多軍備局的同仁 然後都是穿這一身 新式的軍服嗎 沒錯 這是我們205場做的最新式的戰鬥格裝 包含這頭盔的部分 頭盔的部分原本是鋼盔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膠盔 那膠盔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 它的重量比較輕 同性國人的頭型來做一個開模 所以它帶起來會比較舒適 了解了解 對 那個背心就是 抗彈的一個背心 以前是扎S腰帶嘛 現在沒有S腰帶 現在是戰術腰帶 了解了解了解 那我們就謝謝呂少校的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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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現在負責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可以啦可以啦 就是我現在是在那個空軍的清泉岡基地 那擔任就是我們IDF型機經國號的那個飛行官 所以實際上是有在開飛機的嗎 是就是目前是那個現役的飛行官這樣 IDF型機主要就是我們國人自製 那自行研發自行製造的那個高性能戰鬥機 所以我們有4巨外作戰能力 跟快速升空的那個攔截能力 5G的掛載的話就是有天艦1型跟天艦2型飛彈 我們可以對4巨外或者是近距離的部分 都有很大的殺傷力 4巨外的意思就是 你敵方你可能都還沒有看到 你可能就用雷達先鎖定人家 不需要在近距離的部分看到 敵機就可以對他做攻擊這樣 主要是部署在清泉岡機場 清泉岡機場跟台南機場都有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目前 現行服役的S拐洞C反潛直彈機 那我們跟陸軍跟空軍不一樣的是我們就是海用型 那因為我們要飛行要落在飛行甲板 所以我們的尾輪會坐在前面 我們主要是來海面上來徵收水面下的潛艦 來到的是Airway的雜誌還有模型的展區 我們除了民航雜誌介紹民航相關的資訊之外 我們也包含了很多航空禮品玩具跟模型 那模型的話我們都是講究的比例精緻的金屬模型 就是跟一般外面需要組裝上色要黏的那種不一樣 我們都是屬於就是完成品 然後我剛剛還有看到那個鑰匙圈啊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我的童年耶 就是常會在書包上面放那個什麼 什麼飛行前行篩除 對對對 這個飛行前行篩除啊 它其實它本身是就是飛機上做一些就是安全檢查 它掛上去的設備 那最後檢查確認完畢會拆除 縮小一點之後做一些延伸的一些發揮 搭配一些航空公司的logo標題或是一些跑道的一些編號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文創商品這樣子 Yeah 我們終於掛完所有的航太展 我覺得今天下午真的過得非常充實啊 真的雖然是免費的活動 但是真的裡面的這個展區都包羅萬象 然後不管是國防部的啊 或是民間的機構啊 我覺得都展的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看到這個手上 剛剛買的飛行前行篩除的鑰匙圈 這個在影片的最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臉書 粉絲團或是文字說明的地方 我有辦抽獎喔 這一次的展覽呢 就是雖然這個影片試出的時候 它應該已經結束了 但是就是帶給大家就是裡面的這些展區的一些介紹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要錯過任何的影評專題 或是有關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共同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 XXY 感謝你 字幕志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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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